Hello 大家好 又是香港突發新聞時候 位置是九龍灣C1出口牛池灣隧道 有一件刀光劍影事件發生 事發是6月8日傍晚8時多 警察接獲一名女子報案 被一名年約40歲的男人受責 這名女子手臂及大腿都腫到 當時疑犯是棄刀 然後逃去 尚未被捕 已經有大批警察到場封鎖及調查 而那位女傷者 在清醒送院治理 去了聯合醫院 而警方也作出戒備 持有盾牌 而當時疑犯逃離時 氣刀連包裝都還沒拆 看上去應該是一把菜刀 想不到連日來香港發生那麼多事 基於位置在九龍灣地站 C1出口對開牛池灣隧道 所以這兩個位置仍然有大批警員搜查 希望盡快抓到這個疑犯 在搜證期間 也拍到地上有少量血跡 而暫時這件案件 還沒有新一步的更進 今次的報導分享到這裡為止 希望不要忘記 訂閱、按讚、分享我的頻道 其實以前一向都是這麼多 事件發生 還是現在才如此 我已經搞不清楚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不要忘記